人们讲现在中国 现在这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近代世界 有四次工业革命浪潮 前两次蒸汽机电汽机 清朝茫然不知 所以说中国落后就是这两次错过了 第三次追上个尾巴 中国工业化建立起来了 第四次 现在真是 大数据 人工智能 AI AI这些技术 新能源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间 已经 跟美国并列在第一方阵里面 恰恰无人机 这恰恰体验无人机恰恰是 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中体现 在这个方面中国 追到世界最前列 那将来改变整个世界战略格局 过去讲白种人优越 黄轮落后 欧美优先 亚非落后 中国在这方面追到前头去 那将整个改变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也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 西方人那种自傲 他将来就没什么可自傲的了 没什么可自傲的了 这边再掌握